接下來的話第一個 這個我們是可以先把 以後如果說你假設預設已經有一個 一個資料在List裡面預設的資料 我們當然第一個可以把它放外部 所以放外部的話這邊 不過我剛剛漏掉一個東西 因為前面我的那個List 我希望因為沒有 我們如果從1月開始 那前面如果說沒有多一個 這個空的一個位置的話 那會變成說它從0開始 那0有時候0,1有時候搞不清楚 到底要加1還是要減1 所以一樣的方法 這個地方我剛剛好像把那個month 我把它直接建一個新的檔案 然後month放過來 我這邊有多一個空的 也就是這邊有一個逗點 剛剛漏掉好像位置就錯了 所以我一輸一奇怪 October什麼不是10月 因為變9月 因為那個少一個東西 那基本上的話呢 就是類似像這樣 前面給它一個空的 那把它存起來 還好這裡面沒有那個中文字 如果有中文字 可能你要考慮那個編碼 不然會有亂碼的問題 那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我們這個地方 就可以把它拿掉了 也就是這個地方 是用讀取的方法 讀取的話其實就在上面 多增加兩行就可以了 第一個是什麼呢 F等於Open 然後把那個什麼呢 把那個 我們的位置給它 因為是相對路徑 所以前面不要加個R 如果是絕對路徑的話 就加個小R就可以 然後把它讀取 然後encoding的話呢 我們用UTA58啦 所以我是建議 以後乾脆都UTA58算了 反正這樣的話比較沒有問題 第二個的話因為只有一行 所以我們用F 裡面有個方法叫Reader Line 然後呢 記得瓜糊要加一下 把這個東西呢 把它直接轉換到A裡面 就讀進來放進去 那這個A裡面的話呢 我現在用Sprish 跟剛剛一樣 再切到那個MonthStream 這三行就搞定了 所以原來是 在MonthStream後面會加一個 那個什麼List有沒有 那一串 實際上就在上面多兩行而已 所以其實還蠻好記的 這東西以後 只要熟悉之後 以後我覺得在Python讀取檔案 其實非常的簡單 另外的話 當然你也不一定是TST啦 你用CSV也一樣可以 所以如果Excel檔案 最簡單的方法 就令你存成CSV 再拿到這邊讀取 就非常簡單 因為其實我們這個課程 還要考慮到有關 怎麼跟舊的Excel的檔案 做互相的串聯 所以這部分的話 也許你可以多多練習吧 那個CSV的資料 也都把它讀進來 那再來的話呢 這個部分呢 當然我們就可以把它完成 所以Sprish之後 這個部分後面底下的程式 都不需要修改 我把它執行一下 看一下這個結果 OK 所以理論上這個是幾月呢 我先打一個錯的好的話 5月嗎 不對 OK 那這是幾月呢 4月嗎 答案正確 OK應該沒問題啦 那當然請各位 也許再做一個變化題 也許你就自己找 前面講過全民音檢 不過全民音檢用List 好像比較不太是 用Dictionary可能會比較好 因為Dictionary 顧名思義嘛 字典 字典就是一個 可能一個什麼 一個名稱 一個中文 一個英文 一個中文 一個英文 這樣子 如果它是在同一個 同一個編號裡面 他們就是同一對的 那這樣其實反而更簡單 所以待會呢 我們也會講到有關Dictionary Dictionary就可以放兩個東西 甚至可以放三個東西啦 它一個Key一個Value 就比較像跟資料庫比較有關聯性 那再來的話呢 接下來我們再做另外練習 從這個地方 剛剛我們是手動增加什麼 一個MANCE.TST對不對 那你想說老師那以後呢 我可不可以直接 不要手動去新增一個TST 我希望呢 可不可以藉由Python 自動幫我就建立這個MANCE.TST的話 那在Python裡面 如何自己建立 自己新增檔案 這裡的話我想 我們先來 看一個練習題 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這邊有個File 1 就是檔案讀取練習的第一個 我先有個Write 也就將來如果說你今天呢 有一個資料 你要把它寫到檔案裡面去 並且幫你存成一個檔案 比如說呢 我希望幫我存一個檔案 我現在看一下這個 File 1現在不存在嘛 OK 那我如果今天希望呢 幫我怎麼樣 幫我寫入一些東西 就像什麼呢 比如說我這邊有個 Hello Python 然後空譯格 不是空譯格是 Enter 然後中文是測試 Enter 然後再Welcome 假設我們有三行資料 那我希望呢 幫我存成一個文字檔 這個文字檔的名稱呢 叫File 1.tst 那幫我存在這個旁邊好了 那很簡單 其實如果剛剛我們用過 那個讀取的話 其實寫入的話 其實模式 只要把R改成W就可以了 再來的話呢 後面編碼方式 encoding 預設就UTU8 其實啊 如果你不加這個UTU8的話 它儲存就CP950 如果在Windows下 可是在Linux下又不一樣 Linux下儲存就UTU8 因為我們 我想應該很少人 會想要在Linux上面開發啦 還是用Windows用比較熟一些些 所以你要記得 如果你後面沒有encoding 是UTU8的話 它就幫你存成CP950 你可以試一下 如果這個地方 我沒有加encoding有沒有 我把它直接怎麼樣 直接執行 所以其實理論上 應該三行就搞定了 就是一 你把你要 就是存檔的字串 放過來 二的話呢 就是open這個 後面加一個W 三的話呢 用什麼 F裡面的Write 然後呢 把這個字串 甚至 根本連內容都不需要 乾脆怎麼樣呢 把這個直接放在兩行 就可以搞定了 貼上 這個 這一行就不用了 假如是這樣子 好了 如果我今天希望輸出的話 直接執行兩行 執行 OK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已經建立一個 File 1.tst的檔案 不過你會想說 老師那為什麼現在還沒出現 特別注意哦 在Eclipse裡面呢 如果你希望這個檔案呢 它會顯示的話 請記得 請你在這個Package上方 按右鍵 它這邊有叫什麼 Refresh 記得哦 它還蠻奇妙的 我如果在這個檔案上方 按Refresh 它好像 啊有出來了 我之前好像記得是 這邊Refresh才可以 在檔案上面 按右鍵Refresh不行 OK 所以 特別重要 不然就是Refresh一下 那請各位看一下 這邊就有一個什麼 File1.tst 有沒有 這時候呢 我把它Write出去 這個檔案 就出現了 OK 所以 剛剛那個Mind是 點Tst 是不是也可以利用 同樣的方法 兩行就可以搞定了 輸出自動產生 好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那我就直接呢 把這個檔案打開看一下 那請 各位看一下有沒有 這個時候呢 這邊 中文字測試 居然是亂碼 為什麼 因為我剛剛有沒有 輸出的時候嘛 這邊 我在W後面呢 我如果沒有加 encoding.youtubebar 那它就是CP950 好 所以怎麼辦呢 記得 我想慢慢咬成習慣 你把那個encoding 記得呢 就加一下好了 這樣子的話 一勞有益 等於什麼的 Youtubebar 直接 輸入 Youtubebar 大小寫其實沒有差別 好 把它Save一下 我重新再儲存的話 另外的話呢 重新再開啟它 你會發現 中文字這個時候呢 就不會問 不過你會發現 如果你沒有中文都沒有問題 但是有中文就是會有問題 那另外的話呢 也請各位 除了把那個檔案儲存之外 所以待會記得 你可以練習一下 把那個MathCI這個地方 的這個Math.tst 看有沒有方式 把它 也許剛執行的時候 或者你另外一個檔案也可以 把這個Math.tst產生 然後呢 再 做讀取 那另外的話呢 我這邊有個File 1 Write 另外還有一個Module 是讀取 讀取 記得 一樣 這邊記得也是Youtubebar 把它讀取就OK了 其他的話 輸出應該沒什麼問題 這個 讀取的話 當然 我們之前是用跑個回圈 另外呢 你也可以試試看 如果你今天是用什麼 是用ReaderLine 因為這個讀取的話 有ReaderLine 還用ReaderLine 加S 那有什麼差別 因為剛才我好像只有用到ReaderLine 那你可以發現 如果我用ReaderLine的話 他就只會讀第一行 OK 因為我有換行 那如果說你要全部讀進來的話 記得加一個S 把它執行一下 ReaderLine OK 這個時候 但是你會發現 他讀進來的東西 是一個list 一個 兩個 三個 三個 OK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請各位比較一下差異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剛剛的話呢 我們 多練習了一個就是 如何把 這個資料寫到一個文字檔裡面 並且讓它的編碼方式是UTU8 然後呢 再利用那個讀取 用 那個 回軒的方式讀取之外 請各位也在利用什麼 ReaderLine 做讀取的方式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